为了让凤临镇市区中心的中华路行人徒步区 有更舒适的徒步空间 凤临镇公所争取了国发会华东基金 113年凤临镇中华路两侧人行徒步区的修缠工程 也已经核定总经费3700多万元 预计将会拓宽中华路两侧人行步道区 并且也设置自行车专区 让凤临镇民众的早晨以及傍晚运动时的散步空间 更加的安全友善 凤临镇中华路人行徒步区 是当地居民运动休闲的首选地点 凤临镇公所为了让民众在市中心 能够有更舒适休闲的环境 112年度向国发会华东基金 争取到3700万元 将进行凤临镇市区中华路两侧步道 数学的修缠工程 打造更舒适安全的徒步空间 因为我们的中华路两旁边小越南人 我们是现在复零镇民 很大早上跟傍晚一个休闲的步道 但是在两旁边的人行道 因为我们的树坑的隆起 所以说很多的人行步道 它已经会迫害到我们机型行走的安全 以及整体上 我们中间的安全岛的黑板树 四五年没有台风已经太高了 改天哪一个台风来的时候 因为黑板树大的很坏 它的勤导之后可能会两旁边的房子 或者是百姓受到影响 所以说那个我们会整体规范之后 会跟它打仗 我要求建设客 我们在设计初期 要让那一条中华路成为我们花蕾舰最独特的一条路 因为它是在我们凤林镇的一个中心 但是它的道路很翻 它车辆不多 让我们跟它改造成为一个休闲的一个安全的步道 让我们凤林镇民 就近的可以在凤林镇内可以享受一些的我们的造型 我们的灯光投射 以及所有的路数的休闲 以及我们把根系的部分做一个整治 约有800公尺长的凤林镇市中心中华路段 两侧的行道树生长茂盛 保存行人徒步区速削隆起破损 有碍于民众的运动时的安全性 因此政公所将在113年度 进行徒步区的修缮工程 让原本的四线道道路减为两线道 将拓宽人行徒步区 让凤林镇居民可以有更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记者凌桀 凤林镇采访报道